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家友大厨 欢迎进入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是 海原菊 这个海虾 这种是很天然的味道 原汁原味 我准备了原汁菊粉 还有葱跟姜 两种来一次腌制下这个虾就可以了 我们下面就开始把它做出来 好的下面我们先把这个虾 吃一下虾馅 在这个虾的第二节中间 撒进去吃这个虾馅 轻一点 这一头出来了 我们再慢慢的扯 看见一下这个虾馅就出来了 这个很容易 把这个虾馅吃出来 好 这就是吃出来的虾馅 大家看一下把它丢掉 好 下面我们还准备了一点姜 把它拍碎 放到这个玻璃碗中 再放入点葱 调入点料酒 把它搅碎 用手把它抓碎 好 然后加水后 把这个虾放入 腌制10分钟 撕下腥 腌制10分钟 腌好油放旁边备用 好的 这个已经加工完了 我们下面开始炒这个盐 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点火 先把这个盐炒出来 这个水一定要把它烧干净 不然等下这个盐的话 它会粘连在锅上 好 把这个锅铲 把这个锅铲 抹干净水分 然后用铲子 先把这个锅的水擦干净 好 最后倒入这个海盐 要炒这个盐 稍微变一点点颜色 大约到80度 90度左右 好 现在开始慢慢地冒出了白盐 好 在炒的过程中 一定要不停地翻 不然的话它也 炒盐也会炒糊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已经微微地变得有点淡黄色了 这个盐的时候现在已经是到80度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以后把盐放旁边 好 我们使出一张沙子 这个一般是做鱼生的那种沙子 把这个腌好的虾摆在沙子上 要是直接把这个虾放到盐里面的话 它会沾很多盐 你吃起来的话 会不单只是咸还会变苦 好 再另外用多一张沙子 把它上面的水分也一起沾干 好 然后我们取一个沙包 放入一点盐鸡菊粉 这样的话就会更加香 你看现在已经产生了很浓的 这个盐鸡菊粉味道 好 我们先把 铲凉铲 到这个包底下 然后放入这个姜片 好 再把我们这个吸干净 水的虾 均匀的摆在 这个盐的面上 好 要是怕这个虾不熟 我们就先放 再放到一层盐 好 再把最后的虾放入 把最后的盐 全部倒入 好 这个步骤很不得 还要增加 加热 好 我们这个时候加上盖 好 重新点火 把火调小 好 放入这个包 小火 焗五分钟 好的 这个虾已经五分钟了 这个虾已经可以了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装碟 先把它放出来以后 等下再装碟 好的 我们再次把它的盐 消干净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盐子虾 已经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点击关注 评论 可以帮多转发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